大家好,我是瑞姐 这里是北京天潭公园北侧的天潭路 对面长长的灰砖围墙 就是天潭公园的北墙 在清朝以前 现在的天潭路北侧 也就是我脚下的位置 曾经有一条河 它曾经是外城一条主要的排水河道 西起虎方桥,流经天桥,金鱼池和红桥 沿天潭东侧向南 注入永定门外的护城河 这条排水河 在清代被称为龙须沟 直到清朝光绪年间 沟里流淌的水还是清澈的 到了宣土年间 由于部分河道余为平地 龙须沟就变成了一条臭水沟 1950年治理河道 将大部分河段埋入地下 龙须沟成了一条岸沟 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 以龙须沟的变化为题材 创作了三幕花剧龙须沟 后来又被拍成电影、电视剧 老舍先生的这一尊雕像 就位于龙须沟所流经的金鱼池的旁边 由于当时的龙须沟缺乏治理 一道雨季污水泛滥 臭气熏天 两侧尾棚连排 住的都是穷苦百姓 1950年治理之后 一条宽阔的马路 盖住了当年的龙须沟 周边百姓的生活 也开始有了好转 这些变化 深深地打动了著名的作家 老舍先生 他深入到北京的南城 来体验生活 据说他当时没有带本和笔 只是很随意地和老百姓拉家常 听他们讲述身边的故事 所以作品里塑造的人物形象 有的在现实中还有原型 龙须沟虽然成了暗沟 但它上面的街道还叫龙须沟路 现在我们就一同去看一下 龙须沟路的现状 以及两侧百姓的生活环境 您好大哥 问一下龙须沟在哪 附近龙须沟 这里就是啊 这个过去就是 这就算龙须沟路界面 包括这一片都是 这片都是啊 从这进去是吧 从这道门下去 就是龙须沟路 它比街面的高度低了一米多 虽然已经盖住了 现在看起来还像一道沟 这条狭窄的通道 甚至连胡同都称不上 但它有一个大气的名字 叫龙须沟路 龙须沟路的正下方 就是当年的龙须沟 因为龙须沟是50年以后改成的暗沟 所以两侧的建筑也就没有老房 都是红砖平房 在这里几乎看不到门牌号 你好大爷 你好 这是龙须沟是吧 对 您在这住了多少年了 我准备搬家 我是外地的 您是外地的 看来现在这里有一些是租户 左侧的小房 有的是杂物间 有的是厨房 这所谓的龙须沟路 宽度也就一米左右 如果迎面来个人 可能都要侧身通过 有一种当年的龙须沟两侧 贫民窟再现的感觉 1950年4月 开始治理龙须沟 当时最大的困难就是清淤 当沟里的水排掉以后 剩下半沟黑乎乎的污泥 又腥又臭 关键时刻 人民子弟兵挺身而出 跳进沟里干得热火朝天 周围的市民看了以后很受感动 也纷纷加入进来 一开始他们是义务劳动 后来工程部决定发给他们报酬 干一天能得到五斤小米 后来郊区的农民听说了 也来掏龙须沟 挖出来的污泥往地里一洒 那是极好的肥料 既得到了肥料 又占到了粮食 一举两得的事 何乐而不为呢 随着挖沟的农民越来越多 工程进度很快 到当年的11月底 用了七个月的时间 龙须沟改建工程彻底竣工 从此那条又脏又臭的水沟深埋地下 周围居民的环境也得到了很大改善 在这里终于发现有一个有门牌的院落 别看这条道杂乱无章 破烂不堪 他的功劳却不小 是他在地图上准确地标出了当年龙须沟的位置 同时还把龙须沟的名字保留了下来 龙须沟路全长200米 我已经从东走到西 没有遇到一个当地居民 现在带大家走进附近的胡同 体验一下现代龙须沟人的生活 您在这住了多少年了 大妈 我住这 当时这两个 我都来这住了60多年了 那您对龙须沟有印象吗 我对龙须沟没什么印象 您今年高手 我今年也过八十 我也没什么印象 没什么印象 你说那边当 行我到那边去看 我喜欢那趟也都是 好的好的 好 谢谢您大妈 大妈您好 我耳隆隆听不见 说话大事无了 就我姨人了现在 家里的就我姨人 孩子呢 都拆仙拆的 我们原来住东南不是吗 拆仙拆的搬的太远了 现在就不就我姨人了 都是国家的房子 都不得管自己的 这就是这条小胡同 就叫龙须沟了 就这条小胡同 原来是在这样走向是吗 这一块 这一块都给修了 我们马路边 然后这一块都修了一个地下通道 都走岸道 现在下边岸道还有 岸道有 岸道这个厕所 这个墙一拆开了 就是一个下地的通道 有温泉箱后边 就是通道 就有通道 那就是当年的龙须沟 人家都走岸阁了 龙须沟小区 这头这不是就露这么一块 露哪一块 就那个 前面那小红豆 不是还有呢吗 龙须沟 就叫龙须沟路是吧 对 就那么小节 原来一直到天鸟 那不是那金鱼池小区 那不是也是吗 对 从西岛中 那姐姐在这生活了多少年了 我是会驾到这地区的 哦 驾过来的 我是前门大街长大的 哦 先一口 哦 先一口 那有那位置好 对 好棒的那位置 嗯 嗯 来拍龙须沟呢 我我我我我讲龙须沟 嗯 我这都没得讲了 我我我就上冬头的 我这就还讲合适 他知道的 对 他说我没见过龙须沟 没见过 你没见过呀 龙须沟我怎么见过呢 有 龙须沟那个老样子呀 你说 您在这 那是应该是解放前了 对 您在这生活了多少年了 大家 我七十年了 七十年从这生了吗 从那儿长大了 您记得龙须沟吗 我们我们那碗龙须沟 四十九年 五零年就天了 五零年 五零年 那我还想呢 您还不记得 对 没有印象 对没有印象 没有印象 有跑的时候 这个玩的时候 这点就已经是一个斜坡了 这个拿砖器的斜坡 没说了 这个房子 跟他这块地儿 应该保持下来 然后把房子一放开 封开 封开 你留下这个 这种念想 我就说他什么 就把我们的房子一放 同一的 要干净利落 比什么不强 您说是不是 对 没错 您都不记得 他都不记得 我们都是老街坡 家长那辈的都差不多都没有了 没有了 那说不好什么人 他从小从哪长大 他想他想 我给你问问一下 好好好 太好了 这么热气 那人还那什么呢 那他还能讲 你这声音 大姐这声音这么好 哈哈哈 你原来是唱歌的吗 从我现在就 就是蛮喜欢唱 老唱 是吗 我是唱歌 歌厅 哦 上歌厅唱的 哦 您上歌厅唱的 我最喜欢 以前你做什么工作的 以前我是那个什么 那生活员 当时那工作是别人羡慕的工作 轻松啊 啊 对 我早 最早先是干的什么的 气价 气价 后来都是萧条了嘛 嗯 就是厂家都散了嘛 嗯 后来调到那两家了 哦 七十多年过去了 除了留下来的那一段龙须沟路 环境都得到了很大改善 老舍笔下的成疯子 王大妈和丁四嫂的子孙后代们 也都搬进了楼房 封存了臭水沟 多了一片土地 如今的龙须沟人 在这片土地上 种植着希望 收获着四季花香 关注我 近期带您寻祭金鱼吃 去拜访小妞子的老街坊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